早年那個手工還剩很多 因為高雄畢竟他是一個工業者 林高田接兩千指 南台灣無人出其誘 斷指嗎 趕快找醫生接回去 高雄市民聯合醫院院長林高田 是國內有名的接指大王 擅守手外骨科的他 30年來接過的斷指超過兩千隻 但市場林高田印象最深刻的病人 卻是一個五歲的小女孩 那小女孩想要喝家裡的椰子 她算是偷喝 所以她就拿著菜刀去砍那個椰子 就不小心把自己的九首大門子給砍下來 砍下來很痛啊 我們下去看這個斷得很整齊 這個其實是很容易一些 而且成功率是很高的 可是那個阿嬤一來 她說 哇這個 我們家沒有錢 那我甚至覺得說 那這個小女孩 我只對她來講 是一輩子的事情 我說 願意的話 我願意免會 免會幫你接 她說 要住院 不要 我們沒有那個時間 那個小女孩也很無辜 也非常害怕 因為她主人覺得說 你是製作製作 要偷這個椰子吃 那個時候是沒有健保 後來健保 我們就覺得說 對一般民眾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事 近年來3C用品泛濫 林高天也碰到很多的塞道 不準睡到最後裙 因為我們這樣子拿 這樣子 時間太卷了 這邊轉彎 然後壓迫到時間去 這個叫總睡到最後裙 語文語武的林高天 這兩年能上修手錶 最近已經修好六百多只手錶 為什麼它上面寫 Maving sheets 或者是sheet 瑞士 後來就有人告訴我 這個不是在修中文 那我去中文 中文才好 一支醫藥用的 就是一般那個廠商賣的 大概三十千塊 一個捏子要三十千塊 可是到那個中文才好 一支兩百塊 你就發現 一模一樣的東西 OK 幾乎完全一樣 為什麼 這個兩百塊的話 賣四千塊 他說我幾乎都不到 我現在跟他 後來沒有想到說 這樣過了三十年 我現在才發現說 原來那個 那些器械都是從那邊過癮 林高天和手錶的緣分 早在三十年前 就已經種下 而修錶的器械 也與顯微手術有關 做顯微手術 我們說麥克勢卷 就是顯微手術意思 應該去學修身表 等新聞 要手回春 發導